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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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来浮游 无量无边 阿神弃功德 如灯若雨 不量一切 说不能停 假设当之 如来神出发之王 大家设 诸佛的般若智慧 一切声闻乃至心发意菩萨是无法明了的 诸佛的微妙法门是难以用世间智慧去理解的 请世尊稍微解说 比如说 在这个广大的世界 有无数的山川峡谷 所有的土地都生长着无数的大小各异的草木 突然 草木上空 雷电交机 接着 一阵大雨 倾注整个宇宙 大雨 无分别的降雨 润泽着草木 草木 因其种类大小等的差异 各个汲取不等量于水 吸收水分的量尽管不同 各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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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植物却坚因与水 而得以生长发育 开花 结果 即使生长在同一个地方 即使生长在同一个地方 同样种类的草 其吸收水分的方式 也多少会不同 也就是说 各种不同的草木 各依其适合的形式 获益于水的滋润 佛说法 亦是如此 亦于所论 不是专为你等说分别法 而是众生各个依自身量所见有益 您说 诸佛说法亦如同下雨般出现在世间 为说一成法 但咱们众生量有益 所以还认为佛专门为我等说生文法 是的 而且诸佛也和我一样 因阵四方的宣说一成妙法 以便让无数众生同闻同托 如同先前的所说 诸佛也毫无分别的将珍贵的教法施予整个宇宙众生 哦 原来如此 是我们各依自己的理解方式来理解佛所说的一成妙法 其实如来是平等说法 咱们是随类各解 这样啊 我也明白了 佛为说一成法 但我们众生根基有别 四三草二木都受到一样雨水的滋润 但我们因根基有大小 旺认为十有三成果位可证 其实都是为了成就佛道 诸佛与一切妙法亦方便的智慧 洞悉受教者的素质与性格 以其适合的形式宣说 所说的皆归究竟真实质地 因此受教者皆可踏上成佛之道 宣说妙法 是要让大家都成佛道 佛平等说 如意为语 谁众生心说而受不痛 如意为语 如意必要深刻或所谓 因为女生不少含书方便开示 从重厌祠 迷索一方 与风只会入海一滴 我与发雨充满世间 以为只怕吹你休息 如笔聪明药草诸书 随其大小见证猫号 出梦之八强依偎 领住世间我的剧主 受祭品第六 受大家设等四人将来成佛之计 拨持地之墨和假身 与未来是当的风景 三百万亿诸佛师尊 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光旋诸佛无量大法 与与罪以厚生得成为佛 各位善男子 我的大弟子摩和家舍 在未来世中 将受教于三百万亿诸佛师尊 而且在最后 身得成为佛 名为光明佛 国明光德 寿命尽于永久 入灭后 教法会延续将近很长久的时间 那将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那个国家的美好 无可言喻 每个人皆秉性善良 而且许多菩萨将现身于这个国家 成为光明佛的弟子 谢谢世尊 也请世尊说说我们的未来吧 各位比丘 须菩提与大家舍一样 供养并受教于三百万亿纳尤他佛 最后得成为佛 名为明相佛 家瞻岩 此后将侍奉八千亿位佛 于佛入灭后 兴建巨大的佛塔 最后身成为岩福纳提金光佛 所拥有的国土和前面两位一样完美 受命与教会 皆延续尽于永恒 最后大墓建连 你在不断兴建佛塔 供养二百万亿位佛后 将成为多摩罗巴瞻谈香佛 国土内有无数的生文弟子与菩萨 受命与教法延续的时间在无量无数节之上 谢谢世尊 无数弟子的欢喜声 回荡在灵旧山风间 这几位大阿罗汉是众生的大善知识 今天终于领悟世尊所说的平等一味之妙法了 可惜可贺啊 是啊 我们也都明白了 如来随以所说的方便法门 我们都深信过去所学所证的 都是方便引导 真正明白了 唯有一佛成 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世尊的平等说法 令一切众生都众成佛的圣缘啊 化成玉品第七 二圣与三圣是幻化的大成 就像皮绿里温暖的家乡 荒漠中单铁齐全 其实它是生物中的感受圣感 是真实的 又真实的 是幻见 也可能是古往命运的变道 而不是最后的终点 毕佛圣 这几位大尊者都是我们的大善之士 像我这样的又没智慧 行持又不好 是啊是啊 无辈怎么会有成佛分呢 这几位大尊者是幻化的大尊者 中彼球我尽余入 一佛地子是六沙泥 进阶的阿诺多多 三秒三不停 于是放过图 现在说吧 有不两百千万亿 一佛萨生昆一位眷属 其二沙泥 东方左方 一名阿诸在欢喜国 第十六 我释迦莫尼佛 与所佛佛图 成阿诺多多洛三秒三不停 主彼球 我当为啥迷失 各各教化无两百千万亿 恨恨沙灯众生 从我闻发 为阿诺多多 三秒三不停 此处众生 与尽有诸神闻 你这我长教化 阿诺多多三秒三不停 世主人灯 因一世华 前路后道 所以这 如来智慧 难心难解 而是所化无两 恨河沙灯众生者 如灯处比丘 寂寞灭独风 未来是众生 问彼此事也 我已经向你们说明了 佛与众生的关系 不但是我的大弟子们 我与你们所有的人 就如同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一样 也让你们明白 唯有一佛成 你们都将成佛的道理 为了让你们更了解这个道理 我要宣说以下的事迹 在很久很久不可思议 阿僧奇节以前 有佛名为大通至圣如来 踏入涅槃已经很久很久了 主比丘比偶灭独一来 圣大救援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地中家是 有人我 以为我 我与东方千国土 乃下一殿 如是辗传进地中 如如灯一云河 是中国土 若三世 若三世 弟子能革命 禁止其书房 像这样的 大通至圣如来 自涅槃以来 已经过了无量无边 无法穷尽的时间 但对如来而言 那么久远的时间 却犹如今天和昨天一样 啊 真是不可思议啊 还有这位大通至圣如来的寿命 有五百四十万亿阿僧奇节那么久 他大破魔君将获得证悟 并在菩提树下坐禅 长达十小节 可是没有众生 能有听法华经的缘 一直在等待 哇 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还是在等待众生机缘成熟 实在难为 当时有大范天王们护持他 不时散落奇香无比的天花 在大通至圣如来的身上及周围 当那些降下的天花枯萎时 范天护法就会吹去枯萎的天花 然后再散落新的天花 像降雨一般源源不绝 不仅如此 范天众们也不停地用鸡骨明月来赞颂如来 供养如来 就这样的经过了十小节漫长的时间 大通至圣如来 终于因众生的机缘佛法现前 世尊孙难知 愿意奔慈悲 望开港路门 转无上法轮 无量为世尊 手臂中人情 为宣种种法思彼时而愿 不明知老师 皆从神愿有 如是中国幻 如灯铭当知 哇 这路好漫长哦 大众不要灰心 由于速逝的因缘 我将引导你们开始误入佛之之间 因为世间没有二成或三成 只有唯一的一佛城 才是无上保索 以下我用一个辟语来加以说明 终于来到这片茂密的森林了 有没有走错路啊 是啊 沿路都没有人 好恐怖哦 又累又了 真是有点受不了了 哎呦 还要走多远的路啊 我已经走不动了 我也是啊 我看不要去了吧 对对对对 各位不要着急 这一代我是非常熟悉的 珍宝之岛就在前面 大家别灰心 我们就快到了 请跟着我走 好吧 真是有点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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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这群旅人又跟随这位向导 往前走去 哎呦 这什么声音啊 好可怕啊 哎呦 快抬啊快抬啊 哎呦 走这条路真的没错吗 大家别怕 请放心跟着我 相信我 珍宝就在这附近了 哇不行啊 不行啊 好累哦 好累哦 越走越恐怖 对啊对啊 这些人真可惜 既然要舍弃珍贵的宝物 不要往前走了 我得想一个方法才可以 哎 有了 呃 你们不可以在这里休息 你们看前面 看 啊 哦 应该是什么地方啊 好漂亮 好漂亮哦 哇 怎么样 漂亮吧 嗯 我们大家先到那里休息一下 恢复体力之后再继续出发 怎么样 好 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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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的城堡怎么消失了呢 怎么不见了 是啊,那只是一个幻化的城堡而已 因为刚才你们非常的疲惫 而且打算放弃掉就近在眼前的珍宝之岛 所以我以神通的力量幻化出这一座壮丽的城堡 城堡虽然是幻化出来的 但是你们却因此而获得充分的休息 恢复了精神和体力 可以再向珍宝之岛前进了 这位带队的向导就是如来 如来是这世间一切众生的带路人 也是大导师 而那片茂密的森林是指烦恼 哦,原来如此 众生听闻一佛城 心生惧怕 害怕佛道长远 路途艰险而不想亲近佛道 于是佛以方便法幻化出城堡 宣讲可获得涅槃的三成法 然后再告诉他们 然后再告诉他们这样还是没有到达目的地 一佛城 他们所悟得的不是真实至上的开悟 嗯,这么说来 只有佛陀才能引导我们彻悟成就 仔细听着 不要停留在幻化的三成 消除了疲累之后 要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 迈向珍宝之所 一佛城 如来是导师 将带领你们前往那里 安心地迈进一佛城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秘密 medieval ed 전에 葛飞篮 金秦美如硕市 如所得并灭 魏广一切致 刚发达今emplar 久明俊正一切致 实力 atm过法 onz散时而相乃是真是面 注DP 我知道是 为心说涅谈 即使是习意 引渡与否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南投峰会举办 清明春季超度 大悲圣观世音救度祈福法会 纯洁无瑕深色白 圆满弥陀为鼎言 慈眼悲悯是众生 观音尊前我鼎礼 日期4月9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半开始 恭请战山法师主法 地点 南投县草屯镇 御丰里 东美街64号 对面静安府 洽询电话 049-2315-999 049-2315-999 南投草屯中心 敬邀菩萨参与询席 同瞻法医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慈悲志业基金会 高雄中山书方 城镇义宫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地点 高雄市新行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地点 高雄市新行区 地点 高雄市新行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